有一個人說,怕我怎樣算,因為人們問了一個問題,不懂得回答,怎麼辦呢? 其實這就是我們成長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初信主的時候,我因為覺得神很討厭,很感激神,覺得有神有天堂真的好 我就向很多人傳呼音,有時候有些人問我的問題,我也未必會回答 有時候我也會回答,有時候也不回答,我就回去想,有時候看書,去找答案 經過一段時間,他問我的問題,我又回答了 但我又發覺,其實也有兩種人,一種人,如果說傳呼音 有一種人,他不是真的要找答案,他是難道理的 你回答一句,他也是不相信的,但這個不要緊,不會難了我們 但在過程中,我就發覺,人們問的問題,越聽得多,越思考越多 就差不多人們問的問題,我都聽過了 聽過了,都懂得回答,全部都懂得回答 以及找到一個方法怎樣去傳呼音 這個就是一定由經驗建立起來的 所以我就鼓勵你們不要怕,不會回答,因為不會很大件事 這些人都是在教堂裡面的,他們都回到教堂的 即是你回答不到他,不代表他會停止回到教堂 以及就算你回答不到,你真是很緊的 我們都在這裡問過你,所以這個是一個不需要擔心的情況 就算你自己有一天,你要一個人去傳呼音 你都一定有一個情況,就是你不懂得回答他的問題 又不是一個大件事來的 那你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我都要回去研究一下 我再回覆你,這個我覺得是謙卑 即是告訴你,不是我們基督徒什麼都認識 不是一定要認識我才能幫到人 那我答到你這麼多,這樣就OK的 即是看傳呼音的話是OK的 好了,我想講一下,我在這麼多年的經驗傳呼音 我發覺其實有不同的人,有一種你說什麼都不會相信 有一種他很硬,他不是要找答案 他要想證明他對,他想證明耶穌是一種心理作用 他完全沒有這種順處的心 但我們都依然幫他的,有些人是這樣 但我們又沒有feel back 他不相信,我們不用覺得好不開心 因為其實什麼人都好,他不相信 我們都不用好不開心 即是我們授了責任,就算未傳得好 又不用好不開心 為什麼呢?個個都是一邊進步一邊進步的 就算最好的人都可能有時候答錯 所以過程中學習不要緊 有些人真的故意 你知道他故意,你就要用一些說話去思考 那有什麼說話去思考 除了這一種之外,我都會用一些說話去思考 我就說 如果真的有神,你會不會想認識他 如果真的有天堂,你想去天堂 我會用這個問題去問他 有些人會答,不會有天堂的,不會有神的 那時候他已經下了一個判議 我就會問他 你為什麼知道真是沒有神呢? 你憑什麼呢? 就是讓他去思考 為什麼他會說我沒有神 那如果他會說 如果真的有神,我會相信呢? 那我就會恭喜他 你有這個開放的心目 如果邏輯上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一個可能性是沒有神 一個可能性是有神 那我們會去研究找出哪個答案 如果真的沒有神 那就是不需要相信耶穌 但是如果真的有神 我們是應該相信的 這件事我覺得會令到人去思考 要去思考 要去思考是否真的有神 我真的要信靠祂呢? 這個也有時候會攻破到一些很困難的事 因為它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我都會說 如果真的有神 如果真的有天堂 你會想去呢? 那他說不會有的 不可能有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研究一下 是否真的有神 有天堂呢? 如果他都說是不可能的 那我說如果有證據又怎樣呢? 那有些人都會去研究 但有些人呢 因為他聽來聽去 他是不回答我的證據 他只是說 基督教是一個心理作用 或者是一種歷史的人的信仰 有些人是說的 都會留在那個位置 他的腦不懂得住 有些人真的會不住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問題 是可以跟他說的 這些問題都是我哥哥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神 真的有神 會怎樣呢? 那 有些機會我都會向這些人傳呼 如果 你時間適合你都可以看看那一支 我也會跟一些人這樣說 我說其實 信不信耶穌是你的責任和選擇 我去告訴你真的有證據有神的 是你的責任 因為這個牽涉到你將來永生 如果真的有天堂 真的有永生 真的有地獄的時候 是對你有很大影響的 是牽涉到你 是對你非常重要的 那你會不會想得到答案 因為你說我決意都不會一定沒有神的 但有些人聽完我這樣說 他依然會很堅決 即是說我不會相信 一定沒有神 但我這樣說是令到他去思考 如果真的有神的話 你而沒有跟從他 就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好了 關於證明有神 其實我有一個文件叫做 有真神或真神是誰 我可以傳給你 它裡面簡略講了幾樣的證據 就是預言 聖經的預言 聖經的科學性 聖經的考古學 這些是客觀證據 然後經歷性的就是 人可以經歷聖靈 有邪靈和可以廣邪靈 還有人死後有靈魂出竅 還有人去天堂和地獄的證據 這些是大類 另外還有一類就是科學性的證據 就是化石紀錄和生物的構造 是證明神創造 而不是證明信法文 這只是證明有一個神 即使我講過六點 就是證明聖經所講的神 這六件事 你們可以去看 可以聽回 其實我有試過在上課講過 但我來講 很多時候我會講 神真實幫助人的證據 因為那些他們覺得比較真 譬如說 人們經歷聖靈、醫治、安慰 以及經歷趕邪靈 這些人會覺得比較真實 以及去天堂的證據 因為我認得王全道 他去天堂 並於我刻意去洩露 有三個家庭 就是支持說他真的是去天堂 這是在網上有的影片 那三個家庭是甚麼呢 第一個家庭就是他 可以說是很個人性的 因為我是去攝錄他 有些在網上有說 例如有一個男子去天堂 有一個男子去天堂 見到他姐姐 他姐姐就是 在以前就是 我忘了是他未出生死 未出生死了是自然死 還是甚麼 是自然死不是墮胎 應該是自然死的 他見到他姐姐 他姐姐說我是你姐姐 他回去問他媽媽 這個都是有電影和有書的 那個是那個美國男子 因為是牧師家庭的那個男子 他姐姐應該是小產 小產 這些都是一些證據 即是說他知道一些他本來不知道的東西 還有看到他的祖父 在祖父年輕的樣子 這些是一些客觀性的證據 另外就是有很多科學家研究 就是人死之後有甚麼發生 原因就是因為有很多人死了 就說我看到你們做甚麼 即救了 我看到哪個人去到哪屋 看到甚麼事 然後他們就去研究 因為那些醫生就會很好奇 是否真的有這件事 是否他們說的很真實 他就研究很大規模 研究發覺有些情況就是 知道那個人會死 因為醫院經常有人死 經常有人救回來 他就會去那個病房 這個人會死的 然後急救之後 就會問他 你見到甚麼 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有一個人 在英國廣播公司 都有記載不同的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有一個歌聲 他的腦中間有一個樓 即是你上網找BBC Live after death 或者是諸如此類的一個影片 他裡面有講到 這個歌聲 他們因為特地研究他 就把他的眼封了 把他的耳朵塞住 不是普通塞 是塞到好 塞住了 然後貼住了 封住了 然後把他迷暈了 然後才送進去手術室 還有記錄了時間 和錄了音 在那個房間發生了甚麼事 他就 後來他就 因為他要開了腦 把血全部流到機器裡 然後就救回來 就是醫治好 動完手術 就駁回血 所以他一定會死的 他死了之後 又又救回來 他就說 原來你們不是 鋸開我的腦 因為醫生 英文就用 梳我的頭 但他說 你不是腳 你是鑽 因為電鑽 黑色的 有很多個鑽頭 放開箱 好像整車的鑽頭 又大又小 你就有不同的大小 轉開腦 這是第一 第二 有個醫生 說他一邊的動脈 動脈太小 有個醫生說 用另一邊動脈 他都能說出來 他就說 那個靈魂 出來了 那個醫生的頭 在肩膀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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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些事 聽到這些事 接著他就去到天堂 見到他伯父 又說了些事 接著他伯父又推回 他回來 他就回來了 醒了 這是其中一個個案 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有一個人 他這些全部有個真人 就是他 他又是死了 死了 他就救回 他就說 我的架額在那個櫃櫃 因為他說 我的架額在那裡 他說在那個櫃櫃櫃 那人為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靈魂出來 我看到他 沒事放在那個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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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就是一句不合理的說話 我不知道 我忘記他說什麼 就是鴨什麼什麼 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 但是那個人呢 但是那個人呢 他死了之後 然後他就說出屋頂的句說話 就是靈魂出來了 其實他們研究這些 是有很多千次的個案 所以這件事在科學上很證實 就是人死後靈魂出現 就是人死後不是養養人 就是我們一定有靈魂熱 這些人呢 亦都有很大的生命的改變 那他們呢 就是 他們回來了之後 他們就 人變了性格 就是 變得更加好 或者是會 就是有些人真的會很順耶穌 那之類 就是他們的生命很大改變 而他們呢 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 應該不是說大話 因為他們就是把那些事情說出來 那而有些呢 就會看到耶穌 以及看到死了的人 那就證明 有天堂 就是證明 他們去了天堂 那我講到這個王全道呢 他就看到 就是有三個家庭 那這個就是很specific的情況 就是 我這裡我不詳細說那個情況 就是三個家庭的 兩個家庭的人 和他家庭的情況 見到說出來 那這個是很指名 一個家庭的情況 那這些 就是有些人會引起他興趣的 以及可以經歷到聖靈的 就是有些不是那麼硬的那些 他都會想試一下經歷聖靈 那我就會用這個經歷聖靈的路法 那其他一些我都會講的 就是其實你看那份文件 講到正靈神的預言 正經的預言 正經的預言 是清晰的 還有一些科學的證據 那科學證據呢 那科學證據呢 就是 比較特別 就是講到 神呢 聖經有講到 這個地球 懸拐虛空 那這個東西 在以前是不知道的 那地球懸拐虛空 那聖經怎麼知道呢 因為古書都說地是平的 但是唯有聖經是說地是懸拐虛空的 那還有呢 聖經也講到 就是說 你能否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裏 那這件事呢 手機今天呢 就是做到這件事 那就是在幾千年之前 聖經形容這件事出來 它呢 就是說 你能否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裏 那閃電呢 就不是 因為以前沒有家的電 所以神不能用家的電 他就用閃電 那閃電 其實是我們的電 不過閃電又很強 我們現在用的電 都是閃電的電 不過就很弱 那你發出來的時候 就會告訴別人 我們其中一句話 很多時候說 就是我們在這裏 就是你能否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裏 就是用閃電 就是發出訊息 但是以前沒有這件事 我們現在發現這件事 今天是有的 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裏 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裏 就是這樣 這些是一些簡單的證據 就是讓別人知道聖經是可信的 是可經歷到的 就是有很多人見到天使 見到耶穌 見到天堂 這個你需要熟悉的 你需要很熟悉的 就是這些材料 需要很熟悉的 你能夠可以說得出來 OK 然後你就說邀請他 你想不想 你都可以經歷聖靈 那就用這個經歷聖靈的奉路法 就是我可以為你祈禱 讓你經歷聖靈 你想不想呢 這個就需要我們操練恩高 就是我們每日多祈禱 有神的強烈同在 有神的強烈同在 你就會發覺 大部分的人 我們祈禱都會經歷聖靈 在我現在來說 那個比例大約是這樣的 那些願意的人 是九成半以上 會即時經歷聖靈 那個比例是很高的 例如我去教堂 或者有時候幾個人來找我 然後每個人都經歷過 所以有些情況是100% 每個人都經歷過 有少部份的人 有些可能敏感不到 有些可能是他不開放 即是不同的念因 我通常都不會說他不開放 我只是說 你祈禱祈禱 像祈禱神的聖 你繼續祈禱 你會越來越經歷到神的 經歷聖靈的奉路法 基本上就是 告訴你 神很真 你可以經歷的 由你和祈禱 你由靈愛慕神 然後 因為不是用古德說話 是靈的祈禱 當你敏感到聖靈的時候 他就會更加容易經歷到聖靈 然後你就問他 祈禱中有沒有什麼經歷 你就黑了 你黑了眼睛 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就說 我感受到平安 重疊釋放 心靈醫治 身體舒服 喜樂 愛 最多人經歷是平安 輕鬆 和身體舒服 這是最多人經歷的 我們就告訴你 神這麼真 祝福你 你想到耶穌以後祝福你 他想的時候 我們就解釋 救恩 然後 邀請他信耶穌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用的方法 為主 很多人這樣而信耶穌 也有很多很強烈的經歷 有些人說 哇 好像電流一樣 很感動 一邊哭 一邊鬆了 初頭很重 現在鬆了 或者有邪靈釋放 初頭蒙蔽 現在清了 很多 這個是需要你們不斷去做 第一就是 你做好功課 那你就可以在我們的序面 可以練習做 那你在練習做 我們批准了你 即是可以在這裡按手 你未上課都可以找人操練 每次都找個人 我們練習 你跟他騎完 就到他跟你騎 那你做得多 你就會開始知道了 你開始敏感到 你按手 你已經知道他 他經不經歷 即是你會慢慢 你會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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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是看到他搖 那你自己的搖動 都可以作為一個指標 即是你自己搖 你就會發覺 你越投入就越厲害了 那你又會感覺到 好像力在那裡混合 那你會不會 睜大眼睛走 看他 你不用一定看他的 你看下就可以了 但其他時間專注 你不用一定看著他 整個過程都看著他 你可以大部分的時間 黑門下 但你會看到的 他搖 你會看到的 他會穩定地搖 那些細節都會有時間長 這些細節都可以上去看 這些細節都可以上去看 這些問題 現在我主要問他 如果真的有神 你會寫我永遠出想知道 真的有天堂 你會想知道 如果有一個神 神真的會在你今生祝福幫你 你想要去認識他 神是今生會幫我們 祝福我們 你想不想認識他 因為這跟很多人的關係比較強 有些人 天堂太遠太久了 但今生的祝福 他們可以現在經歷到 是否要信了 其實他有信了 他才會經歷到 他的微信經不經歷到 我發覺有些微信都經歷到 我們都發覺微信經歷到 經歷不同的情況 我都見他人經歷 但他當然要專心 他肯專心 例如他在發夢 或者你一邊祈禱 他一邊慢慢地想 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就會難以經歷 但我都見過一些人 當然我也鼓勵他 你試一下開放心 你想耶穌祝福你 我鼓勵他 我鼓勵他 例如我想寫方法去圓陰力 我自己首先要保持著陰高 我首先要操練 對 因為是由腦到經歷 對 其實不是你經歷 是神透過你經歷 因為我發覺是這樣的 在聚會 和我平日祈禱 聚會時是強一點的 不是在我身上發出來的 神透過我傳遞 所以來年都是神的 發覺聚會和人頭友就很強 比我平日祈禱更加強 自己要操練 操練 操練 操練是否即是 要讀經 要聽詩歌 處理生命 然後慢慢坐一些陰高 就可以 讚美 建立 讚美 有否領聖餐 我覺得領聖餐是不同的 一唱或者一想 讀經文那些東西就走了 即是會出發一些東西 即是少了 出來少了 大聲的聲音 變得很少的聲音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出人 和大聲 那些不屬神的靈 即是不屬神的意念 即是你裏面有些不屬神的意念 這個應該要時時處理 即是如果我們在親近神的時候 上四年中 仍然有很多負面的思想 即是不屬神的靈 是 但如果我們時時都是一個 很正面和神的關係 即是我裏面 我不會容許任何的負面思想 再存留 即是我心裏面 經常都覺得神很好 深信神很好 又很有信心 他經常都想觸碰我 經常都想使用我 而當我走整個路 神很喜悅 那變得很正面 很有信心 就不會每次要和情人鬥過 即是每次都要和情人鬥過 每次都在打仗 然後才去幫人 即是靈很鬆很通的 隨時都會有 四年中會來 我經歷到就是 當我整個聚會 和親近神 我精靈力很多 那些人都說 你都可以做到 遙數一個人為他做這麼多事 我說 對 如果我不是有這麼多正能力 我都可能做到 是 因為你都很昂然 你這樣都做到 他得罪你 或者是做這麼多 在你身上 做這麼多事情 傷害你 都可以這樣服侍你 我覺得沒事 是 這個正能量其一 即是說 人經常都很正面 但恩高是另一件事 兩件 一個正能量 即是經常都正面 另一個就是聖靈的同在 我相信聖靈的同在 所以我才做得到 是 但這個恩高是有些不同的 為甚麼不同呢 即是有些人都是很正面的 但他同人祈禱 你未必看到聖靈的能力的臨在 即是我所講的聖靈恩高 就是 一祈禱 譬如我同人祈禱 即時看到他就開始搖 即是看到他開始有反應 有些會哭 即是即時會哭 即是我所講的聖靈恩高 因為有些人有正能量 但他未必有聖靈恩高 我想我可以說 即是未必感受到聖靈的恩高 我就以為是因為有恩高 才有聖靈的內住 有聖靈的內住 但恩高是另一件事 即是說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長時間去愛慕神 長時間的靈很通 神的靈很自由運行 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是分別的 一個就是誤性 以及魂 以及思想的模式 生活模式 另一個就是靈 靈就是聖靈恩高 但這個一定要有思想的模式 魂的被神處理 才能夠容易有聖靈的錯誤 所以我就羨慕 這個團隊 短孫團隊 可以用神的恩高 去做這個福音 就是 是的 我未必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真是 但有時你去一下 你會去得很奇異 就是你如果有這個時間去 你會發覺在有些貧窮 或者沒有聽到那麼多信息 那些地方 他們的經理性靈是會比有些地方更加強 在香港你反而難 所以我鼓勵你抽時間去 這些短孫 你會那個 忽然間 咦 原來不是那麼遠 你會發現不是那麼遠 但是我們說到聖靈恩高 都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你去到一些偏遠的鄉村 什麼人去到都會很強力的聖靈 如果你懂得帶他們去愛護神 就會強力的 但是聖靈恩高 就是需要你無論去到這些情況 或者去到一些人很硬 或者去到醫院 在一些很多死亡的勢力 很多憂傷的地方 一樣有聖靈的能力 這就是需要聖靈的同在 就是說 不只是去到那些那麼強的地方 去到那麼強的地方 是讓你自己知道 原來聖靈可以那麼強 都可以來到我身上的強 應該這樣說 例如我形容一下 有些人 這個代表一個人 這個代表另一個 對不起 這個物件 這個代表一個人 是很遠經歷聖靈 即是我們認識的 有些人 你誰跟他祈禱 都很容易經歷聖靈 有些人 你誰跟他祈禱都很難經歷 好了 這個 當有些聖靈因高 不是那麼強的 就是祈禱 就會加添他的信心 咦? 我祈禱都有聖靈的能力 咦?他也會經歷 加添他的信心 但去到這個 就會發覺 咦? 這麼難的? 但在這些情況 那些聖靈因高強的人 那個果效就會看到一些 就是在這個人身上 聖靈因高強的 可以說你看不到什麼 有時候我都會看到 去到一些聚會 我看到有些人 他們很多話說 很多 他可能在言語上幫到他 我不否定 不過我也看到有些人 很多言語的時候 那些人是比較少 經歷聖靈的那種觸動 感動 經歷聖靈的能力比較少 因為他是怨性的為主 所以其實聖靈因高兩方面 我用這個代表另一個 就是魂 思想 生活 這個是需要的 如果沒有這件事 你也很難去靈也很通 只有靈通 那個魂不通 又有 有些人經常去聖靈聚會 經常去聖靈聖靈 回家又吵架 又吵架 又吵架 就是魂不得清潔 有些魂就清潔 但是靈就不能通 聖靈的因高又不太強 所以最後兩天都有了 那是否可以改變 因為我屬於魂之靈 絕對可以改變 絕對可以改變 第一 你處理你的生命 經常都很正面 心對神很愛 我們很想操練我們 整天用長時間 愛武神 第二 就是找多些機會操練 其實我們聚會是一個操練的機會 我們未聚會開始 而且我們現在聚會的時間 亦都被大家操練 那你聚會一套 你就會感覺到 跟這個人的祈禱 強一點 同在 跟這個人的祈禱 沒有那麼強 而第二天你聚會一下 就發覺越來越強 尤其如果你有幾個人 幾個人都很渴望聖靈 在家裡 每天都很強烈地投入 聖靈充滿 每天都這樣操練 你將來回來會很不同 如果你找到幾個人 每天都這樣操練 這樣就會很強勁 很強勁 你自己操練 但是不想找人 但一個人和幾個人是不同 這是我發現的 會不同 初間 如果在這個聖靈中 你更多 你會容易知道 那個經歷是怎樣 但的確 為何這些聖靈的恩高 這麼強的人 例如去阿根廷 去非洲 因為他們 經常都在聚會 聚集在一起 這就是我借宣所說的 一個集體的恩高 是強於一個個人的恩高 耶穌也有說 兩三個人一起聚集 一定在那裏 一個人在那裏 他都在那裏 但這強調兩三個人 應該是一個更強烈 更加真實的同才 就不是說你一個人那時沒有 就是他集體的時候 就離開 那些人不是喜歡聚集特會嗎 是的 但我們聚集特會 只是被動 又是沒用的 他就要自己做自己的特會 所以你就要告訴他們 自己做自己的特會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我有一年多 就是有一個聖年恩高的祈禱會 就是每天幾個小時 就是一路聖年衝 每天幾個小時 就是我曾經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這樣 我也想我們多些聖年恩高做 因為我們在星期二晚 始終聖年恩高的時間 不會很長 就是我們都要有訓練的教導 因為聖年恩高 只是我們其中一部分 我都會說過 你們不要只追求聖年恩高 你們都要追求 如何懂得講聖經 如何懂得輔導人 就是你要兩樣都有 如果你只是聖年恩高 那你為人祈禱很好 不過你教導 你上台 你帶領 例如聖年恩高聚會 都是要講完道 那些人投入的時候 聖年恩高有這麼強 那我其中軟宣 發覺有些地方聖年恩高強 有那個同在家 音樂